哈囉,大家好,我是KAYN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節了 去年的中秋節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 用月餅的盒子來做一個抽屜的手拿 如果你沒有看過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點右上角的地方去看一下 那今年呢就是 其實我想要錄這個主題的時候沒有料到 竟然又剛好是中秋節 好,我要錄的就是這個蠟紙的DIY 然後呢,我用的一樣是月餅的盒子 但這個影片不一樣的地方是我用的是 鐵盒,因為鐵盒才會耐熱嘛 如果用紙盒燒,就燒起來了 好,然後呢 要準備的東西非常的簡單 就是一定要有這個蠟燭 就是你的火源 再來就是打火機 這樣它才可以有火 然後一個小鑷子 如果你不怕燙的話也可以不用準備啦 但建議它還是準備一下比較安全 再來就是你要做成蠟紙的素材 那我今天準備了兩種 一個是這個德國小日曆 一個是這個小說紙 這個已經被我撕一角了 然後都準備好的話 我們就可以開始今天的過程 這個鐵盒呢 它是去年的月餅盒子 然後它有一次錶已經被我踩到 所以它就壞掉了 它現在就是呈現一個 這邊有凹角,然後不能密封的狀態 原本我是要把它丟掉的 但我前幾天在玩封蠟的時候 就正好融了一些沒有用的蠟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來做蠟紙啊 可是我又沒有熱風槍 我就看到了它 就是已經被我放在我們家門口的垃圾區 我又把它撿回來 然後我想說 我就要用它來做蠟紙 這樣 噔噔 這一塊 是之前融完之後剩下來的蠟 然後這邊是上一次做的 這個先請到旁邊去 哎喲髒髒的 好 那火就可以先點起來了 大家用火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為我超怕火的 所以我就會 每次都很怕被那個燒到 那這個就把它在底下這樣子燒 但這樣手一定會超酸的啊 像我這麼懶惰的人 所以我準備了 我的小道具 這是一個玻璃罐 然後這兩盒呢 是卡巴黎尼的印章 因為它們兩個高度一樣 然後我就可以把它這樣架著 架 我習慣用有一點斜斜的 因為這樣蠟就會全部聚集在同一個地方 才不會整個擴散開來 不然像這個鐵盒的 這邊有凹洞 它到時候蠟一定全部都往這個凹洞去 我會瘋掉 那蠟它融化的速度其實還蠻快的 你看像現在這樣 其實已經稍微融了一些了 但比較麻煩的是 這邊有一些聚集的 想要把它們挖走 欸 挖不動耶 算了 今天影片好像有點荒唐的感覺 才剛開始而已 就是呢 慢慢的把這些蠟都融化 好少喔 這裡的蠟是我之前做蜂蠟漿燒那個蠟底下剩下來的 因為那個蠟如果你沒有把它倒出來的話 它那個整個 那個竹心會被蠟淹沒 然後它那個蠟燭就 應該是不能用吧 還是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我這邊又準備了一顆蠟燭 自己 加一點蠟 那大家要小心這個鐵 因為它會導熱嘛 所以旁邊的話也會漸漸的變熱 就是要小心手不要燙到 我現在拿這邊是還好 所以我手就先放在這 好 這樣應該差不多有薄薄一層了 我來撕一張這個 德國小日曆 先讓它固定在這 德國小日曆就是這個 一年 一年份的 然後就是 2018年的 我到現在還有這麼厚一疊 你們看 先撕一張下來 那剛剛有請大家準備鑷子嘛 鑷子就是你可以把上面頭這邊夾著 然後輕輕的整張這樣 看到它都有 泡到 顏色有變了 就可以拿起來 如果有多餘的蠟 可以這樣讓它稍微滴一下下 才不會讓這張紙 等一下變得太厚 那它乾的速度其實很快 你只要離開火源 它基本上蠟就會自己凝固了 上面這邊因為剛剛夾著的關係 所以是沒有沾到的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稍微這樣子 補一下 就好了 然後一樣把多餘的蠟 把它抖一抖 這樣就完成了 是不是超快超方便 而且不用剁蠟 我上次在那邊剁蠟 剁一剁 就覺得好累喔 然後這個我就撕一腳下來 跟你們做分享 一樣我等它融稍微大片一點 因為這張紙 比較大一些 那這個方法呢 其實是因為我 沒有熱風槍 我一開始想要做蠟紙的時候 有上網找一些就是怎麼自己做蠟紙的方式 大部分好像都需要有熱風槍才能完成 可是我就是沒有熱風槍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用這個鐵盤來試試看 反正這也就是一個不要的東西嘛 如果失敗了就還是丟掉 但沒想到意外的還不錯用這個方式 然後這個蠟紙比較大片就可以直接下來 聽到那個好像煮東西的那個聲音嗎 然後把這個多餘的蠟抖一抖 要趁它還有熱的時候才能抖 不然凝固了你也抖不掉 有沒有弄完蠟之後 整個紙張的感覺不一樣 然後這邊的話 因為這比較大所以我就用拿的 你們仔細聽那個聲音喔 我不知道聽不聽得清楚 有一個燒直的聲音 然後一樣把多的蠟稍微抖一抖 通常會比較厚的地方就是邊邊的地方 因為蠟就是如果沒有抖乾淨的話 它就會在旁邊這樣 變一個比較厚一點點的角這樣 看得出來嗎 好然後做完測兩張就差不多了 因為大家應該都有知道怎麼做了 那這個鐵盤的話要注意的是 它靠近火源這邊會燙 然後它也會慢慢的溫度會傳過來 所以拿的時候手千萬要小心 如果可以的話最好是這樣架著啦 不要拿起來比較安全一點 火我就先吹熄 然後這個就功成生退 然後建議大家就是在用火的時候 旁邊可以準備一條濕抹布或是濕紙巾 會比較安全一些 然後這個蠟呢我就 基本上不會理它 我就會讓它這樣自己再凝固回來 下一次做蠟紙的時候 旁邊的這些蠟就還是可以再繼續運用 不要浪費它們 然後這個盤子呢我也先請回旁邊去 我跟你說我書桌旁邊就是堆滿了各種 被我放到旁邊去的東西 然後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有上蠟之前跟沒有上蠟的 呃上蠟之前跟上蠟之後的樣子 左手邊這個是之前 右手邊這個是之後 有感覺出它們的不一樣嗎 就是這張感覺比較有沒有透明一點 後面這邊的字都會跑到 浮到前面來 看起來很像在上面蓋的印章之類的 然後整個紙張也變就是透明透明的感覺 這張的話就是原先紙的透光度 這個的話就是有點像 嗯比較厚的描圖紙吧那種感覺 再來是這個小說的 小說的紙 這小說的紙我跟你說我超愛 原來是這樣子比較淺一點點的顏色 那你上完蠟之後它的顏色是變這樣 比較深一點 那一樣它兩邊的字就有點重疊在一起了 然後呢我覺得上過蠟之後 它整個復古的感覺更加倍 原先這個就已經復古了 但加完之後就是更復古 然後整個顏色我覺得是變得更好看的 那紙也變得比較厚一點 有聽到這個聲音嗎 這個紙就是原來這種比較軟的紙 那今天就是簡單的跟大家分享這個廢物利用的DIY方式 然後非常湊巧又是中秋節 所以呢不知道明年的中秋節我還有沒有把戲可以變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如果你們有嘗試用這個方法做蠟指的話 也歡迎跟我分享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